詞曲 李宗盛 開始的動念的時候 其實就想要把石頭 變成時尚的一個對應關係 對我來說我覺得 它就像一場人生的小宇宙 它就很像你抬頭看到的 整個天空上面的一顆一顆的 星星跟星座的概念 你隨手撿起來的一塊石頭 它可能都經過幾萬年 幾十萬年的風化結晶 透過切磋、琢磨、比喻出來的人 可是它的線條 是那麼的圓潤、那麼的柔軟 花蓮這塊大地的母親 餵養了我們所有的人 而這塊土地是啟發 也發展我們決心的 因著文化以及大自然 開始內觀自信 慢慢地不知不覺地 你就會把自己放下來 你會覺得那個大自然地 脈動跟你的氣勢一起不同 人之渺小 在花裡你可以讚嘆 回到那個靈性的初始 你才能真正地感動 無論是它是很傳統的形象 或者是抽象 或者是現在無邊境的 我們不斷地去學習 那個核心 以及那個交匯在那一點 當那一點交匯了 悟到了 那我們就覺得 哇 這就迸出新的 生命的文化和藝術 其實我們做的最多的事情 是跟人在相處 不管是旅人 然後還是在地的孩子 然後外來的夥伴 然後還有在地的居民 其實這些都是人所帶來的快樂 那個關於是更多的 而且搞不好它是更深沉的 把生活藝術化 然後藝術植入生活 在生活的每一個時刻 你都要用心去體會 跟去感受 一種熱情 還有對於生命的一種深刻的體驗 其實這是人類最珍貴的地方 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當中是特別 然後試著用自己的方式 然後收集這些物件 然後用這些物件來 來表達我自己 對於這個家鄉的一個 唯一跟記憶 然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跟著大自然一起走 那還是很寬闊的 山是很高的 那花蓮的燕陽高照下是紅的 所以我阿民主我在做我的視頻的時候 裡面就會產生一個紅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黑色 穿上自己的文化 穿上自己的在地風格 我想這個是一個國際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花蓮是可以看到大片海洋的地方 也可以看到大片山的地方 花蓮的地方 花蓮的人們呢 他有一雙不一樣的眼睛 他看到的世界就是大山就是大海 日出是空間 日入是時間 是永遠的地方 所以是體驚人 其實算是透明的地方 是不是蛋白的地方 不是是一個這樣的女的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